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中文版 我是魏惟 昨天我們解開了這個克洛格考驗的一個神廟 那今天我打算去解另外一個神廟 昨天我們解了那個克洛格的考驗 在這個拔劍的這個地方的左後方 在這邊,我們昨天是走這邊出去的 那今天我們要解的考驗是在這個拔劍的地方的左前方 在這邊 我們去解這個考驗 他說西北方 那我們就走這邊 那這個考驗是要不要讓一個小朋友發現你的行蹤 要跟在他後面 所以我打算先換裝,換成這個 這個 這個 行蹤比較隱密的這個潛行面罩 還有這個潛行幾身褲 這樣子 我也把這個我的武器都拿掉好了 反正也不需要武器 好像等一下會碰到一個怪 可能需要武器 所以我拿我的 Master Sword 這樣我們就來接受考驗喔 等一下,大哥在這邊 好,這個 這個考驗就是前面有一個小朋友我們要跟著他走 不要被他發現就對了 在這邊 哈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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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營 好燒 好那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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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等一下會穿過這個樹枝喔 那大家記得喔 就是不要跟他穿過樹枝 你看他現在要穿過樹枝了 等一下 大家就不要跟他穿過樹枝 因為他等一下穿過樹枝以後 他會說他發現鬼怪了 他會往回走 往回走的時候你會被他發現 所以他這樣穿過樹枝 然後到前面了 反正就往前面走了他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發現有鬼 他就會 往回走喔 你看他往前面走了一下 你看那是誰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跟他後面就完蛋了 因為他會往回走 有妖怪他就一直會往回走 所以在樹枝這個地方喔 記得一定不要 跟著他走就對了 好的那什麼原來是樹枝那個時候 你再跟他走就對了 原來是樹枝喔 然後就再跟他走過去 那走的時候還是一樣就慢慢的跟他走啊 然後現在走在樹的後面 我們就跟他慢慢的走 好然後接下來走你就幾乎是走到這個 旁邊有這個潛行草這個地方喔 好就可以了 我在旁邊這邊會有 會有怪這樣子 所以會有那個一個 會有一個動物喔 會有一個狼跑出來喔 這時候你就要把他殺掉 我還在這 差點被他發現 然後就繼續跟他走喔 待會過了這個狼以後啊 就沒事了 這樣就跟著他走 然後就看到神廟了 這樣子 你就過了這個 第二個試煉了 好這樣 那你也可以起來了 哈哈哈哈 不要 不要 好這叫最初的考驗 我們也通過了 就跟著這個小朋友 就可以到這個神廟 好所以這是第二個 這個克羅格的考驗 這個神廟 有古代核心 好這樣我們就過了這個神廟 那 我們 也可以走回去 沒有你不想要走回去 你會迷路喔 那我就把自己傳送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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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神廟 好 所以如果有這個神廟 我們先解了這個神廟 就很方便 可以傳回來 這樣 我們還是在這個地方 就拔劍的這個地方 我們第一次 往這邊走 往右後方走 找到一個神廟 第二次 往這個 左前方走 就找到另外一個神廟 我們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明天再去解 第三個考驗 我們明天見